哎呀还有几天我们就要过大年了 兔年的终身想起大朋友小朋友们又长了一岁 但这个时候其实还有一个大宝宝也跟着我们又成熟了一点点 这就是我们耐生存的地球了 别看地球已经有46亿岁了 但是对于说明长达100亿岁的地球来说 人家可是正值壮年 我们现在看到的地球山川大河波澜壮阔 其实最初的地球并没有这么美好 在46亿年前太阳系的原始星云和宇宙物质进入无数次的碰撞 产生了最早期的地球 刚出生的地球是个巨大的火球 一个火星大小的天体与地球发生了剧烈的碰撞 受地心引力的影响 碎裂的小天体相互吸引结合 围要在地球附近形成了地月系统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地球拥有了月亮 在重力的重力下较重物质向地球内部沉寂形成地核 较轻的物质则悬浮于地球的表层形成地壳 随着地球内部物质的重新组合和分化 各种气体上升到了地表形成了大气层 地球这一系统的演变用了将近10亿年的时间 只是地球上的水到底是从哪来的 这个问题科学家们还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 目前主流的假设有两种 一种假设是地球上的水是自带的 大气中的水气通过降雨的方式落到了地表 这场雨可能持续下了上千年 另一种假设则认为地球上的水是天外来物 一颗携带着水的灰心撞击了地球 随着灰心焚碎大量的水就流在了地球上了 在地球11亿岁的时候 海洋中出现了细菌等原核生物 随后最早的植物蓝绿藻也出现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地球渐渐就有了生机了 在地球22亿岁时迎来了修伦冰期 这是地球上出现的第一次冰河期 也是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次冰期了 冰冠从两极一直蔓延到赤道 整个地球被厚厚的冰雪覆盖 太阳光也被白茫茫的冰雪反射 热量是无法抵达地表的 三亿年后 伴随着火山喷发 数亿吨的二氧化碳被释放到了大气当中 地球像是被盖上了厚厚的棉被 越来越温暖 逐渐就走出了冰封的世界 地球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真核生物 多细胞生物也开始繁殖 地球逐渐就演变成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了 哎呀 46亿年啊 在宇宙中只是一个瞬间 地球日复一日的旋转着 悄无声息的孕育着世间万物 那么地球的老年时期又将经历什么 人类还能陪伴它多久呢 这些都只有时间才能够回答了